食疗治愈痛风排出尿酸最好的二种蔬菜。试试看超有效! 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是我们熟悉的三高,也是健康的三大杀手。 正当我们和三高斗争的时候,第四高已悄然袭来。它就是高尿酸。 前不久,一位堵信中医的痛风病人来找我看病。 来的时候,它因为右脚疼痛不能下的,是由佳人推住轮椅进到诊室的。 我给他开了中药,病主付他回家后的注意事项,另外还建议他多吃生黄瓜、冬瓜帮助排出尿酸。 这位患者服药两周后,脚就完全不疼了,多次打来电话,很是感谢我,还对我的食疗帮大家赞赏。 那么,小小的黄瓜,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呢?这就要从痛风的病例变化说起。 中医认为痛风属于避正范畴,其因也分为很多类型,比如含湿壁阻型,湿热壁阻型,弹阻血淤型,肝育成皮型,皮虚湿阻型,肝肾虎虚型等,需要辨证湿质。 而西医认为,痛风是由于体内的飘令代谢出现障碍,导致尿酸生成过多,或者尿酸排泄出现障碍,引起血液中尿酸升高。 然后尿酸延结经沉积关节或其他组织中,导致关节剧烈疼痛。 而且,它会反复发作,不仅特别疼,还有可能导致关节畸形,让人出现行动障碍。 所以,治疗痛风,最关键的就是尽快排出尿酸盐,并且要保证尽可能少地形成新的尿酸,这就需要限制喝酒。 少吃高飘令食物,以肉类为主,尤其是动物内脏,多吃低飘令食物,主要是果蔬。 而其中,冬瓜,黄瓜等蔬菜,排尿酸的效果就相当好。 我们先说冬瓜,它可以利尿,清热,化痰,解渴,所以在治疗肾炎,水肿膨胀,痰喘,暑热,痔疮等病症方面都有疗效。 而且,随西局饮食谱说它,若病复肠时,则胎而毒,令而无病。 可见,冬瓜是非常安全的食物,岳父都可以经常食用。 你曾经在 BiционChu Pleasure 推荐,冬瓜汤 冬瓜,冬瓜 250g 小葱,姜,盐适量。 作法 一 准备材料 将冬瓜洗净,去皮,切片 小葱和姜切成末 2. 锅中加水,放入冬瓜和姜末,大火烧开后转小火,焖煮2分钟 3. 加适量盐,撒上葱花即可 4. 宫小,这道汤非常清淡沥水,适合肾病,水肿,痛风患者经常食用 5. 说明,冬瓜性寒,脾胃虚弱,肾脏虚寒,久病垮泻,阳虚止冷 5. 以及女性精气要肾食 5. 而黄瓜,中医认为她胃肝,甜,性良,苦,无毒,肉皮,胃,大肠,具有除热,沥水沥尿,清热解毒的功效,主治反渴,咽后肿痛等 5. 它清热解毒的功效,可以趋风热至疼痛 6. 西医更是肯定黄瓜降低体内尿酸水平的功效 6. 药力实验表明,黄瓜中所含的锡,有助于增强关节节地组织的健康,可以很好的减轻关节炎和痛风疼痛 6. 推荐,黄瓜胡萝卜汁 7. 材料,黄瓜一根,胡萝卜一根 7. 做法 1. 准备材料,把黄瓜,胡萝卜,黄瓜,去掉头垒 8. 把黄瓜和胡萝卜放入榨汁机,按说明操作 3. 将榨好的汁液倒入杯中即可